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个老的社会了 每一位老人家 要如何让老了 还能有所安养 是非常重要的课题 这几年来 证业上人都在呼吁 要实践复古的孝道 例如三代铜塔 就是一个完美的家庭典型 今天我们要带您看的是 一对婆媳 从他们身上的故事 要看看慈悸人 如何推动儒家的五轮思想 来来解一下 妈妈来解一下 我是觉得她跟我的姻姻 一直都非常的好 三十几年 我觉得我真的非常感恩她 轻声细语 温柔侍奉 沈碧莲照顾的 并不是自己的母亲 而是婆婆 九十岁的婆婆 已经无法咀嚼 不但三餐 只能吃泥状食物 就连药 也得捣碎才能服用 沈碧莲夫妇旅居南非多年 虽然无法与婆婆朝夕相处 然而不论是婆婆到南非小住 或是沈碧莲返台省亲 婆媳之间的连结不曾断裂 感情也很好 直到去年 婆婆受阿兹海默症所苦 更加深了沈碧莲归于返乡 及时行孝的心情 才起床没多久 又想躺回床上 每天婆婆就是这样 不断重复同样的动作 不厌其烦地照顾失能的婆婆 如同照顾自己的母亲 沈碧莲的声色一样柔和 儿子耳濡目染 从小就很亲近老人家 即使阿嬷生病了 耐心照顾没有改变 像我跟婆婆或是其他人 就是看到阿嬷生病了 跟以前的人是差非常地很多 可是还是很害怕 现代社会孝道是为 学者认为在过去的农业社会 孝道其实是伦常的基础 也是社会安定的力量 你对上要下 可是下上面对下面要迟 然后顺里面就要有敬 然后又有一个明确的 正确的这样的一个敬爱 互相的一个关系 那这样的一个施政方生 跟社会跟家庭的一个结合 其实是让社会比较稳定的 学者认为儒家的五轮思想 为人与人 人与社会及环境 打下扎实的结构 但是从农业 获渡到工商业社会后 经界活动的改变 是五轮松动的主要原因 当人们离开这个家庭 越来越远的时候 我们真的少了那种 所谓的朝夕相处 少了这种所谓的成分定型 然后再加上科技产品的发达 其实人越来越不需要 依赖家庭所赋予你的那个关系 你就能够独立生存 它就会变成以自我为中心 将儒家思想 用现代的语会加以宣扬 正言法师一直以来 都提倡孝道的重要性 看我们的社会 假如不是老人家长辈们 大家这样的大拼过来 哪有这样的富有人生 的确我们人人要敬老尊贤 敬老尊贤 长者就该住在家里 享受儿生的承欢西夏 他觉得老人是应该要待在家里 应该要跟孩子住在一块的 所以我们会去做清安居 1998年四季开办清安居 以日间照顾的观念 让长者白天可以到清安居 接受志工与医护人员的照顾 快乐多了 然后第二个生活变得更丰富 因为我们有阿公阿妈过去 就是务农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 他会教导我们怎么去栽种菜 所以对阿公阿妈他失智的 那个症状也有一些帮忙 甚至是把社区环保站 当作是另一种清安居 八十七十五 七十五 八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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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没有料到这里 还有工作好做 还有好开工 还有好吃饭 第一 慈悸同时也将孝敬父母的观念 灌输给下一代 透过敬奉茶点 让孩子们表达对父母的感恩 与孝亲之情 让家长知道孩子长大了 那孩子也可以自己知道说 我可以借着做某些东西 去表达我的感谢之言 这些肥母都是我们的父母 我们应该好顺 是我们的家庭教育伦理 能不能这样 一台做好一台看 老是受尊重的 有在这里 这样的社会 老人哪有什么问题呢 假设能够把这个孝道重新恢复 我们的家能够稳定 能够正常 就不会有那么多个流浪在外的孩子 想把孩子流浪的心找回来 其实最该做的 是把长辈的笑容找回来 笑大的父亲或许并不容易 但他却是现今社会最需要的 宁静的改变 我们的家庭教育伦理